匯豐今年無色派,令股價連續第二天下跌 我們找財經組的阿翠梓傑談談 Jason,匯豐的股價仍然有很大的股售壓力 對阿美,始終維持派息,都是匯豐過去一帶賣點 現在不派,股價就繼續跌 一度最低落到37.8,跌差不多半成 落到2009年的低位,收市來說也要跌2.6% 時間一日,我們都問過不少匯豐股東,大部份都是失望居多 都是,匯豐有大約三分之一股東來自香港 當中都包括一批以股息當收入的退休人士 還有一直長線投資的機構和專業人士,林肅瑜和他們談過 今年無法收息的匯豐,仍然有一班癡心的股東 有不願意上鏡的股東跟我們說,過去一直以匯豐股息幫助退休生活 20多年前已經開始買匯豐的蔡醫生就說 香港人好看起他,到今時今日,他自己都放棄了對香港承諾的東西 就變了有點失望,當時我們當他offer最低價錢的時候,我們都有買入 鍾情匯豐的還有不少機構和非政府組織 其中醫學會一直長線投資匯豐,希望為投資組合保本甚至增值 但現在就收少了大約80萬的股息 驚訝多過失望 這是我應份得到的,突然拿走了 不派息兩次,半年不派息 就等於現在很多公司被迫停業14天 類比在醫學會這麼大的機構 和今次的一個派息,很明顯對他的財政毫無影響 股東無奈要繼續持貨 但他們仍然不滿,匯豐在除靜後才撤回派息 港交所就說只要上市公司及時公佈就可以 有線電視記者林淑宇報導 今次英國監管當局要求匯控暫停派息的決定 據報主席杜嘉琪要親自向主要股東解釋 連董事局及高層都質疑當局的決定 觸發內部再次談及遷冊的問題 將時間交給你們 謝謝